在海量的军事新闻里 大家重点关注的重点 往往都是隐形战机 主战坦克这一类主宰战局的武器 一条关于后勤保障车辆 要进行严寿升级的新闻 通常连军事迷都不会多看一眼 不过最近就这样一条新闻 说的是美国陆军决定 要为其歉意的 已经服役了30多年的M88AR 大力神抢修车注入新的生命 表面上看这事再正常不够了 老装备修修补补 省钱又环保 对吧 五角大楼的预算规划师们 对此也相当满意 但另一边 许多了解内情的军事分析师 和一线部队 却对此深感失望 甚至愤怒 让老兵严寿 为什么会有人生气 这和一个被砍掉的新项目 又有什么关系 今天我们就借着这条 看似平淡无奇的严寿新闻 一起来看看 这款全新的 更强大的大力神M88A3 为何在终点线前突然倒下 顺便聊聊 美国陆军的困境与抉择 不过想要搞清楚这里面的来龙去脉 我们还是要把时间倒退回几年前 平心而论 M1艾布拉姆斯坦克 是美军地面突击力量的拳头 性能方面没什么可指摘的 为了应对战场上的复杂威胁 还进行了多次现代化升级 可问题在于 它的屡次升级 不仅仅带来了更厚的装甲 更先进的火控 更强的防护系统 还带来了惊人的体量 根据美国国防部资料显示 M1坦克从最初设定的54吨级 再到M1A2 S1PV2和S1PV3时 提升到了64.6吨 之后更是想朝着70吨的目标 恐奔而去 这个重量怎么说呢 在公路上跑跑也就算了 到了战场上 那就成了随时会引爆的麻烦 想象一下 泥泞的大平原中 如果一辆近70吨的M1坦克趴窝了 整车的车组人员 瞬间从勇猛的坠猎手 变为了RPG的固定板 出仓门汽车 还有被击火的风险 此时此刻 每多待一分钟 危险就会成倍增加 这个时候 能实施救援的 就是装甲抢修车了 不过说到这里 还需要提出一个 叫单车抢修的概念 说白了 就是一辆抢修车 拉走一辆瘫痪的坦克 干净 俐落 高效 在瞬息万变的战场上 这是最理想 也是最安全的救援模式 但美军的问题就处在这里 美军如今现役的抢修车 M88A2大力神 设计之初 可没想到M1能在后面持续增重 面对如今超重的M1 大力神也直呼做不到呀 有时候 理想和现实之间隔着的 可是条巨大的鸿沟 被美军列为优先级解决的 单车抢修能力缺口 说的就是M88A2大力神 和M1坦克这种 一辆拉不动 两辆拖着走的尴尬处境 前线的美军见怪不怪 美军的高层却在发愁 毕竟看似是一辆车 变两辆的小问题 实际带来的 可是后勤负担指数级增长 同时也意味着 抢修作业的复杂性 和耗时成倍增加 更意味着 薄贵的士兵和装备 在敌人炮火下的暴露时间 也在成倍增长 这已经不是 简单的技术问题了 这在战术布置上 可是个巨大漏洞 不过要是把锅 按在M88A2大力神身上 那着实是委屈大力神了 纵观M88A2大力神的服役生涯 它绝对算是位 功勋卓助的战场保镖 而整个M88家族 甚至能追溯到 上世纪60年代 那时候第一代的M88 可是为M48和M608盾系列坦克 提供随形保障的 尤其是在越南 泥泞的倒点中 M88更是在拖拽出 无数趴窝的好兄弟后 证明了自身存在的价值 紧接着 到了美军陆战坦克 更新迭代的时候 M88摇身一变的M88A1 也是陪伴这些坦克 一起走到了1991年 一直到了这个时候 为了跟上全新的 也更重的M1 埃布拉姆斯坦克 M88A2大力神 才永远而生 和其他前辈相比 M88A2大力神 可是经历了 脱胎换骨般的升级 更强的发动机 更坚固的掉臂 更强大的脚盘 一切都是为了保障 当时最先进的 近70吨的M1坦克 无论陷入怎样的泥潭 大力神都能将它拽出来 为了保证能够一对一 解决M1的问题 当年设计M88A2的设计师们 还非常有远见的 考虑了M1在未来 会有可能因为改装升级而增重 他们还在大力神 能满足的60吨 抢修需求外 额外流出了些余量 这就好比 你去买一辆 核定栽种一吨的皮卡 商家却保障你 拉1.2吨 也没问题的及时感一样 这种余量设计 在一定时间内 却是让大力神 显得游人有余 可M1增重的离谱程度 显然也超出了 设计师的余量 随着M1A2 S1PV2 S1PV3等DLC的不断加 坦克的作战重量 一路从54吨 飙升到了接近64.6吨 这一下 不仅是把增长余量 给彻底吃干抹净 甚至还在超标 还是举个皮卡的例子 你的生活量 从800公斤 变成了1.5吨 车子不是不能动 但每一次启动 每一次上坡 每一次刹车 都是在挑战 车辆的结构极限 发动机在哀嚎 悬挂在呻吟 随时随地 都会给你来个惊喜 而M88A2大力神 就面临这种问题 救援车去救援 变成被救援的尴尬场景 超重导致的缺口 在实战中 到底意味着什么 它又会如何将 双倍风险这个词 从直面上的警告 变成战场上的 残酷现实呢 首先麻烦的 就是后勤人员 原本一对一的任务 如今却要派两辆车 那油耗 背剑 维护工时的需求 都会翻倍 如果是战时呢 这种压力下后勤 能做好保障吗 其次 也是最致命的 战场上的战术风险 也会急剧增加 试想一下 在可能存在敌方侦 要进行复杂的协同作业 他们要挂上拖揽 调整姿态等等 整个过程 比单车抢修要慢得多 也复杂得多 这又代表着 车组人员暴露时间 也会延长 两个巨大的目标在一起 更会被敌人发现和锁定 到了最后 这种低效率的救援 简直会像病毒一样 侵蚀整个装甲部队的 作战准备状态 一辆价值千万美元的坦克 因为抢修缓慢 而迟迟无法重返战场 这样的装甲旅战斗队 还能有什么战斗力 面对这样一个 从后勤到战术 再到战略层面 都存在巨大隐患的 系统性漏洞 美国陆军能坐视不管吗 他们又能拿出 什么样的解决方案呢 面对M88A2的中年危机 和这个日益扩大的能力缺口 美国陆军当然不能坐视不管 他们期望得到 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 这个方案 不再是对M88A2的小修小补 而是一款从基因层面 就为重量级救援而生的 全新物种 那就是美军的天选之子 M88A3大力神 M88A3从理想之初 就是为了恢复美军 对80吨级坦克的 单车抢修能力 这可不是一次 常规的升级换代 而是针对美军所谓的 一个关键能力缺口的 专属填补者 而被设计出来的 所有的技术指标 所有的升级方向 都围绕着这一个 核心目标展开 M88A3就是要彻底 终结两车拖一车的 尴尬与危险 为了实现这个 宏伟目标 M88A3可是进行了 一系列 堪称革命性的技术升级 这趟这趟 几乎是把之前的 M88A2底盘拆散了 然后用21世纪的 最新技术 重新武装了一遍 首先 M88A3有了一颗 更强劲的心脏 它换装了全新的 1350匹马力 现代化动力包 比M88A2的 1050马力 足足高出了近30% 这意味着 更强的扭矩和机动性 确保在拖拽 80吨重物时 依然有充足的动力储备 其次 M88A3有了一副 更稳固的底盘 这也是M88A3 外观上最显著的变化 它的车体两侧 增加了一对副重轮 从原先的六对 变成了七对 M88A3还换装了 先进的 液压气动悬挂系统 这两个改进 能极大的增强 车辆在进行 大负荷吊装 和拖拽作业时的稳定性 并改善了 接地压力 提升了在 复杂地形上的通过能力 最后 M88A3 夺落双 更有力的臂膀 它新装的 吊装能力 和脚盘牵引能力 都对M1 埃布拉姆斯 进行了针对性的强化 性能指标 更是直接瞄准 80吨这个级别 确保M88A3 能够安全 轻松地吊起 M1坦克的炮塔 或是将整车 从最糟糕的困境中 拖拽出来 简单来说 M88A3 就是把所有能提升 抢修能力的科技点 几乎全都点满了 再有了明确的目标 和强大的技术 做后端 M88A3的开发历程 看起来也是顺风顺水 从2018年 在美国陆军协会年会上 首次辆小原型车 到2019年 B1系统公司 拿下价值 3.18亿美元的开发合同 再到后续一系列 密集的测试 一切都在朝着 预定的方向稳步前进 而在2024年7月 陆军组织了 一场关键的 士兵接触点活动 让来自一线部队的士兵 亲自上手操作了 M88A3的原型车 M88A3也成功地 向士兵们演示了 对巴士顿级坦克的 单车抢修和炮塔调装作业 并获得了士兵们一致赞赏 此刻 所有人都相信 这款完美的战场救星 距离正式列装 只剩下时间问题了 它已经证明了 自己有能力解决 那个困扰陆军多年的难题 然而 谁也没有想到 一场突如其来的 惊天逆转 就在终点线前 等待着它 就在M88A3项目高歌猛进 具体成功只有一步之遥的时候 不出意外的 就会让人意外的美军 直接将那些关于性能 参数和士兵反馈的积极报告 被另一份更加冰冷 也更加沉重的报告 压在了下面 这份报告看着很长 通篇其实就俩字 没钱 2025年7月 美国陆军还是宣布 他们将不再继续推进M88A3项目 什么成熟项目 能在临门一角时被毙掉 面对大众的疑惑 陆军发言人在官方声明中 给出了一个非常直白的理由 仅仅三个字 可负担性 讲大白话就是 陆军觉得这东西太贵 买不起 史密斯专员也没钱了 没钱砍掉了最优解之后 美军又能怎么办呢 问题该在哪里 还在哪里 消失的是M88A3 又不是战场上趴过的M1 眼看着枪口顶在脑门上 美国陆军还是拿出了B计划 这个计划 充满了美军特有的实用主义色彩 买什么新车 旧的小小不还能用吗 于是美军恭恭敬敬地 把那些已经服役了30多年的 M88A2老兵们 要从仓库里拉出来 进行一次史无前例的魔改 也就是所谓的 服役寿命延长计划 这个计划的本质 可以说就是一次 旧瓶装心酒的城市 核心思路 仍然是把原本为M88A3 开发的那些关键升级技术 比如更强的动力包 新的悬挂系统 增强的脚盘等等 都想办法 一直到了M88A2 这个老旧的平台上 陆军希望能通过这种方式 花更少的钱 去实现和M88A3几乎相同的 性能指标 最终达成80吨级的 单车抢修能力 这就像是你 决定把家里拿掉 几十年的老皮卡 换上V8发动机和空气悬挂 这个方案听起来 似乎很聪明 也很经济 但把一套为全新平台 设计的先进系统 硬塞进一个几十年前设计的 老旧车体力 能靠谱吗 美军首先要面对的是 技术整合上的巨大难度 M88A2的底盘 结构和内部空间 都已经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 技术标准设计了 要把一个1350马力的动力包 和全新的传动系统塞进去 再塞一套复杂的液压悬挂 这不仅仅是替换零件那么简单 它涉及到车辆重心的重新匹配 结构强度的重新计算 任何一个环节出错 都可能导致整车性能不稳定 甚至出现灾难性的故障 而且根据M88A系列 多年的服役记录 它的脚盘系统 一直有一个令人头疼的问题 钢缆都能缠成一个鸟巢 而这个问题一直到M88A2上 就没有得到根除 现在美军还要让它 去处理八十吨的拉力 这个老毛病会不会变得更加致命 还有在湿滑地面 牵引力不足的问题 单纯的升级能否彻底解决 这些对于美军来讲 都是巨大的为之数 此外美军为了眼前的方便 或者省钱 选择了一个临时的 带有妥协性质的解决方案 在未来 难道就不会需要回过头补课吗 对于M88A2改进版来说 它虽然看着是省下了 前期的采购费用 但一个经过魔改的老旧平台 其长期的维护成本 可靠性表现 以及再次升级的潜力 都可能远不如一个 全新设计的平台 总不会又是 史密斯专员的提案吧 这还真不好说 但可以确定的是 这个决定背后 反映出的是美国陆军 一种深刻的无奈 与一种战略上的路径依赖 这就像是 你家里有一栋地基牢固 但结构老化的祖传老宅 你是选择花一大笔钱 推倒重建一栋现代化的别墅 还是说一点点的悄悄答答 在老房子的框架里 架装些新鲜东西 M88A2的魔改计划 从短期看 装修老房子显然更省钱 而且还能对外宣称 我们保留了经典风格 但搞过装修的人都知道 老房改造 往往会遇到无数意想不到的麻烦 墙体里的线路早就老化了 承重结构 也未必撑得住新设备 最终花着心思和零散投入的钱 可能一点也不比渐薪放少 美国陆军选择装修自家祖传老柴子 也是出于短期内没钱的考量 不过从这几年 美国陆军的几次调整来看 这个决定并非是孤立 而是陆军更高层战略转向的一个缩影 陆军高层多次强调 要致力于削减那些 不想要或不需要的系统 并且要摆脱那种 因为地方利益和说客 以及僵化的官僚机构 而难以淘汰过时设备的困境 在这股财政纪律的自上而下的风潮中 M8813这个昂贵的定制化新项目 不幸就成为了被派在沙滩上的前浪 而对于主承包商 BAE系统公司来说 这虽然是一次重击 但也不是世界末日 在失去了M8813这个大单后 他们也顺理成章地 接过了M8812的升级改造合同 对于企业来说 只要有钱赚就不算亏 BAE公司虽然嘴上喊着失望 但身体却很诚实地转向了新业务 陆军的紧密合作 所以你看 这件事的背后 就是一场技术 预算 政治和现实需求之间的激烈博弈 只不过这一次 预算的压力压倒了 对最先进技术和最有解放案的渴望 回过头来看 M8813项目的夭折 与M8812的魔改计划 这可以说是美国陆军因为没钱 而在短期内的无奈选择 不过美军通过取消M8813 确实在当下 节省了一大笔采购资金 用一个看似经济的方式 去尝试填补现如今的致命缺口 但这种行为对于美军来讲 同样是一次赌博 赌赢了 M8812在翻新后 能够可靠 有效地承担起 70吨级的救援任务 并且在未来20年的延寿期内 不会因为基础设计的陈旧 而暴露出更多 更昂贵的维护问题 但如果升级后的M8812 在关键时刻掉链子 例如它的故障率居高不下 它的维护成本 远超预期等等 那么今天省下的每一分钱 美军在未来都可能要加倍偿还 而这个代价 也不知道现在的美国 还能不能承受得起 不过归根结底 M88A3的命运 也展现了如今的美国陆军 在强大军事需求 与财政的捉襟舰肘中摇摆的宽禁 这件事也向我们揭示了 在和平时期 决定一款武器生死的 不一定是它在战场上的表现 而是国会老爷们 预算会议上的报价 至于M88A2 能否通过这次魔改 真正获得新生 挑起70吨级的重弹 这个问题的答案 或许只能在未来战场上 经过血液的教训 才能得到最终的验证